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当年写的张志欣那天发出来写得真是好 怎么写得那么好呢 什么意思吗 这个时候讲张志欣 写得非常好 我觉得首先还是真是被他感动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里 在大部分人都丧失理性的年代里 他勇于坚持自己的观念 李经记者写的报道 我觉得还是个女性的 她写得很文静 写得很平静 但是其中的好多细节 好像在平平静静当中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比如说张志欣 后来在监狱里实际上是疯了 实际上就是已经疯了 然后就是呆着 就是自己脱了衣服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真是触目惊心 吃那个占着自己精血的馒头 我当时写的也是特别饿 特别难受这些东西 当年有过这样的罪行 当然 现在的人都关心张雨琪了 都不知道张志欣 张雨琪 那个张雨琪 徐老师对他比较感兴趣 不是不是 随便找个姓张的做陪衬 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街头采访 问很多问题 真是叫人惊心了 你觉得惊心 我觉得特别可乐 正常是吗 我觉得特别可乐 有个我们凤凰历史频道 做的一个调查 就说是对于十年浩劫 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我觉得成喜剧了 那姐们说南京大屠杀 然后另外一个 可能后边有个红墙 中国古代史 我不了解多少 古代的事我还真是不知道 但是李京最近去了一个 我也很神往的地方 乌克兰 是因为美女是吧 我觉得你可能不感兴趣 他们说乌克兰美女成灾 美女真是挺多 我也感兴趣 我也欣赏他们 那真的是美女很多 而且我跟你报告 一个大好消息 很喜欢中国男的 他们觉得中国男的顾家 然后挣的又多 因为乌克兰现在经济不好 然后他们又觉得 中国人随随便挣的钱 就够养好他们家了 你总不也开个人才引进 没有 我就向这个 合适的人引接一些 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 而且 我跟你说 就中国这些美女啊 哎呀 你说他们脾气不好 多骄傲啊 对吧 自己优秀一点 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东欧那边啊 那个乌克兰的 真的是 真的 你知道是什么 他们也是因为就是 地狱上也是 这个自古以来 也是东西 不停的在这个 混居 交杂的地方 所以他人真的是很漂亮 女孩真的是很漂亮 你知道在香港 有的那个酒吧里 哎呦 那个就是身材好到啊 就是乌克兰那边过来的 你知道有的只有两个星期的 这个钱 我说的不是卖银女啊 就是这种小模特啊 或者是什么呀 哎呀 真是太漂亮了 我就觉得 而且是不是男的也少 对他们一直男女比例 那个很失调 所以我也没搞清楚 因为二战呢 肯定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想都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这么失调 所以我问了好多人 他们也找不出答案 我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答案 就现在还是女的多 是吗 对 我太想 有时候啊 太想一下 有时候活到我这个年近半百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有时候会有一种冲动 就说何不舍弃一切啊 对 就去了俄罗斯了 那又没有那么 买个机票就去了 尤其想想雷洋在北京的遭遇 对不对 啊 许老师又扯一边去了 对啊 到那去 那真是 真是我还是觉得 他现在物价有不高 因为他那个 现在货币也点击 同样两百块 不同的用处 是吧 哎呀 两百块在里面很值钱了 嗯 而且当然咱们不是那么这个庸俗的人啊 毕竟还是要关心国际民生 这不是重要的问题 乌克兰咱们老关心国内的什么雷洋啊 什么的啊 当然最关心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事儿 可是你也得知道同时具有国际事业 你知道国际新闻界最近关注的焦点是哪啊 乌克兰 乌克兰是近年来啊 呃 这个东西方的传媒都非常注意的一个焦点 就是他去的这个地方 而且以至于现在乌克兰 听说乌克兰老百姓闹事了 要改名 说改名叫基普罗斯 基普罗斯 说我们就不叫乌克兰了 我们以后叫基普罗斯 你听说了吗 呃 他们那个 因为我去的时候也补了很多课 对 他们一直是就是要宣扬自己本民族的那些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长期被俄罗斯压制 咱们可以请他看看图的这个呃 里经这次呃 去乌克兰 对 这是他们的国旗呃 其实还有好多图我我没来得及拿出来 就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现象 你再看下面这个图 对 这个可能喜欢俄罗斯人不太高兴 就他们因为不喜欢普京 因为他们觉得长期被俄罗斯压制 所以好多都是这种就是 哎 对 你看 我还买了一个做纪念品 这是把普京跟 床破 跟特朗普并列 对对对 就是各做了一个手指 你也可以买那个普京 也可以买他 把普京当手指 哦 这可以里边看出情绪来 对对 听说他们那个议员现在都不讲俄语 就讲俄语不行 是不是 他们就是因为在苏联时期 等于是乌克兰文化 乌克兰的整个的一个民族性 被被框定在一个大的一个苏联体系下 不让他们讲本民族的语言 不让他们写 就是比如说讲乌克兰民族 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 就是整个不让你有一个民族意识 所以等到他们独立之后 就是他们这种情绪特别强烈 所以他们 我听不懂了 俄罗斯语还是乌克兰语我也听不懂 但据说现在就是他们 比如说用自己的语言来发声 是作为他们一个政治觉醒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但是他内部也有分歧 他有一部分是比较亲俄的 对不对 他跟地理环境就有关系 所以他的东方西方是字面上的分歧 我们说东方西方 对他来说 对不对 靠东的就是倾向于俄罗斯 靠西的就倾向于西 因为他地理位置 他地理位置就在东西方 所以他们 我那天采访了基辅大学的一个历史系的教授 很年轻 历史系主任 然后他们他就是也讲的 讲到最后我都被他感动了 他他也讲 他说就是因为 当然也是从那个战略地理位置讲 因为他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东西方的 必争的一个地方 因为俄罗斯只有把乌克兰控制住了 你才能抵御 比如说这个北约啊 这些西欧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只有把这乌克兰给控制住了 才能抵御俄罗斯 所以呢 两东西方都在争他们 所以他不停的处于这种撕扯的状态 所以那个历史系主任 他就说我们 他引用了一个 就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的话 说这注定是一个流血之地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呢 他又说了一些 他说 他就当然 他是一个 也是一个支持民族独立的一个人了 他就说 我们很多意识 你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你们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一个 从来没有丧失过自己民族独立的一个国家 哪里啊 我们元代 我们清代 过去的一千年 中国大部分时间是被义族统治的 什么时候没上书过 国家主权 民族独立 什么时候有独立 过去一千年 大部分时候是被敬战的 我觉得看怎么说 对 你看你怎么理解 看你怎么说 一族的统治 最后学了我们儒家 我们一贯 我们被同化了 我们的曾吉思汉 我们的康熙 这个乾隆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解释的问题 基本上还是 中国人就会解释 中国的这个历史啊 一套几千年下来 对 我觉得跟乌克兰还不是一回事 对 他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感受 所以他也讲到 比如乌克兰一届又一届的 我们就认为很腐败的政客 然后他说就特别有意思的话 他说我们 那相比起来 我们自己有一个坏领导 也比有一个坏政府的一个领导好 他就讲 比如在苏联时期 给他们派的领导 那与其是这样 还不如我们自己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领导人 那我们慢慢的来 逐步的改良 我们达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们是 可能是 他这个感觉是挺奇怪的 基本上好像说 乌克兰是十月革命之后 才有这么一个算是个国家 就是前苏联 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他之前呢 他跟中国真的完全不一样 中国这种啊 咱们你看 咱们中国讲同文 同种 同种嘛 历史上混的都差不多了 但是毕竟还是个同文 他们这个你看 到底什么叫乌克兰 我觉得他们那的这个很多人 在这个问题上啊 就找自己的根 你看这个罗斯啊 你看他们现在说 我们叫基辅 基辅罗斯啊 好像是什么追到历史上 曾经什么时候 有个什么罗斯 说那是我们的这个先祖 其实有点找不着祖先的感觉 是不是 因为说说句老实话 就是我可能对这段历史 也也不是特别的熟悉 所以也是在这个 去之前一直在在做功课 也是看了书 就是他等于是因为他是前苏联 几个大国嘛 就主要靠着几个国家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乌克兰 大概还有是白俄罗斯吧 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主要就是 就是这几个国家在这撑着 所以他们后来就是 等于是互相在这争夺话语权 就是你到底是从我这发源的 我从你这发源的 各执一词 每个人都找自己 就有利于自己说法的一个人 这边就说 你们俄罗斯也是从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罗斯 发展出来的 那边就说 要推历史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成吉思汉 打过去 全占领了 这个鲁兴说过嘛 我们以前就是知道 我们的成吉思汉 后来一看历史书 原来他是先到这个 这个匈牙利 再占中国 他说这个实际上 要教育一下中国人 是匈牙利的成吉思汉 征服了我们的中国 不anyway 那个时候他们其实都没有这个 现在的民族国家 对 后来是Viking 北欧人 占领了 维京人 对对 就瓦梁格号 这个瓦梁格人 占领他们 慢慢的变成一些公国 正是变成 他们自己的公国 那都十六十七世纪 莫斯科大公国 基普 是很早的 那个时候 这些加盟共和国 变成大苏维埃的时候 列宁非常有自信 他没有像美国那样 就是说你们不可以独立 他是觉得我是 有点像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的时候 我是天下中心 周围的这些地方 你来朝贡 相信我是先进文化 相信我不用打的 我不用规定的 你们 你们要独立就独立 但是你们自然会朝我 有道路自信 列宁那个时候 就是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说他们是自愿 来参加我 苏维埃联邦 普京最近还在后悔吗 说列宁犯了这个错误吧 当初应该规定 说不可以离开 列宁的当时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是最好的 所以你们自然会过来 等到那个一解体啊 过去我对斯大林研究较多 现在我开始追踪列宁了 你知道这个人啊 就是他是非常绝对的 首先你比如说 苏联市的这种政党 然后呢 就是完全是暴力的 就是乌克兰饿死几百万人 我就看他们的报道里面讲到 这列宁就是说 说蒸粮啊 蒸鱼粮啊 因为要养活苏维埃啊 养活苏维埃 乌克兰是粮仓啊 然后饿死几百万人 就是蒸不上鱼粮 列宁当时就是 为什么蒸不上鱼粮啊 我记得当年 咱们放的电影里 对我这样的台词 为什么蒸不上鱼粮啊 那肯定是那个富农 资产阶级分子 把粮食藏起来了 最后把他们的鱼粮全收走 造成这种人道灾难啊 那当年你看这个 其实哎 咱不好多说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放下来 你讲起列宁啊 他这个遗体九十几年 现在比较大问题 前一阵停了 苏联官方停了他的经费 因为他曾经一度 两百多个科学家围着他转 现在又恢复了 你知道在俄罗斯现在 这个争议很大 自由派说要取消他遗体 放在那里 左派就保卫他 你仔细一看报道 其实也挺惨的 五脏六肺全拿走的 连脑子都拿走的 里边的东西切片 留在科学院 他们当时要研究 杰出人类的智力情况 所以现在切片都拿走 就是保留了一个壳 就是一个 李京你现在在乌克兰 你的观感是什么 走大街上或者跟他们聊 他们穷吗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以中国人的眼光 普通中国的眼光 看他们会 肯定会觉得 比较的衰败 因为他那个建筑 都有点破 但实际上你还能看出 过去的底子 就是那个建筑 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人整体素质 还是比较高 就即便他衰落了 人家以前还是有教养的人 就比如说妇女 你经常可以看到 人家不管是什么身份 人家出门 就打扮得很得体 然后经常在路上 有女的就比如下班 拎一束鲜花 我觉得你这个就在街上 就很难看到 在中国就他没养成这个习惯 拎两颗白菜 是吧 就你没有养成这种生活习惯 所以我就很注意 另外你比如说 他永远不会听到 在马路上 就是这个 嗡喇叭声 就这种催促牛 所以我就觉得 他整体文明水平 还是很高 你看那个 在什么歌剧院 也很多 这个每个城市的中心 都是歌剧院 都是opera house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还是有一个 就是旧日的一个 好像一个文化 或者是一个大国的 一个背影 这跟我在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的那些观感差不多 就是前南斯拉夫那些国家 你算钱 他现在好像比中国的大城市 要穷了 但是你看他们的生活方式 还是很西方的 对 在酒店里吃饭 坐下来吃饭 这套程序 人的这个整个生活的一个节奏 各方面 就是这个 真实还是一个 对 我就记得很清楚 比如我们那年去俄罗斯也是 排着大厂 在普希金美术馆门前 排着大厂队 老板你看 我们就问说 因为还不知道 那是普希金美术馆 说这是什么大厂队 那个飘风扬雪的 都排到几百米外来 年轻人老人 后来一问是因为当天 在普希金美术馆 有一个特别的 我忘了是一个谁的展览 对我很长 我们当时感慨 说在中国只有苹果店开店 才有这样的圣经 你知道吗 然后包括我们去那个 后来去看了一下 那个马林斯基剧院 那也是特别有名的 那下雨天 你看那女的都是穿着 很正式的服装 搭着伞 然后就排队来听歌剧 就是真的 他这个文化习惯 那就是你看 我看你们的报道里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有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人 或者是俄罗斯的人 他们倒是注意到中国 就是说他们有的人认为 中国的道路是成功的 居然还用到了中国人 说的中庸这个词 就是他们比如说 我看他们这个采访 有人说 说当年这个前苏联解体 到现在都有很多人认为 前苏联解体是一个失败 就是本来我们是一个大国 那么有力量 结果都是因为 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了 不是就讲吗 说俄罗斯这个地方的人 领导你可以聪明 你可以愚蠢 你可以高雅 你可以庸俗 但你就是不能懦弱 他们就是有人认为 戈尔巴乔夫当年懦弱 没干得过这个叶利钦 所以导致了这个 然后他就说 你看中国 人中国说明 在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 在左边和右边之间 可以找到一个中庸 我们好像俄罗斯人性格当中 就有一种走极端的东西 我都是在你们的报道里看到的 对 这个也让我很迷惑 因为我去到那不停的遇到 别人盛赞中国道路 然后我也想 中国人领导人到这 肯定有制度自信 有制度自信 对 要想有自信 就去乌克兰 对 但是乌克兰还要在看 要想更有自信 就去看一看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 他们这次其实主题是 去看这个切尔诺贝利 我的主题是去看切尔诺贝利 咱们可以看看他带回来的图片 这个待会可以讲讲 这是一个据说在军民心目中 特别有名的一个雷达系统 叫都嘎3 好像是在军民里面 这个就是 它是我从不同的角度拍的 这个雷达系统 很有名 这个是冷战时期 它是要用 它是要监测两方 东边据说还要监测 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 有没有什么远程导弹 这个是我拿的一个测辐射的 因为现在那里面辐射 那个辐射 对 盖格技术器 这个就是说 因为它30年没人住了 你看这数个都可以长这么高了 本来是一个操场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 这大概是当年的一个游泳池 还是一个教室 反正就现在全是这样斑驳的 这个是被辐射之后的 一个小狗 就是生下来一个小狗 就是你看 大概是六条腿 是七条腿 浑身长腿 对 这个是 你看当年匆匆忙忙撤走的 这个卫生所 你看这是一个妇科的一个检查床 现在全部都是破败不堪的 这个就是最有名的 那个当年发生爆炸的 那个四号机组 四号反应堆 对 四号反应堆 然后现在呢 这当时没有办法处理了 就是石棺 对 那个有名的那个石棺 就是石棺 然后因为 就是因为它当时 匆匆忙忙用半年时间 给它盖住了 过了30年 它里面就是裂缝也很多 里面核废料 就不停的往外还在 所以现在要建一个新石棺 来再看 这个当年的这个幼儿园 就是匆忙撤离 这个是我们要去吃饭 必须要经过一个仪器 因为你可能脚会粘上 然后 你要是不通过的话 它就会给你带走处理 这个是当年苏联的这个宣传话 哦 哎 你知道就是 我在这个里经的这个报道里啊 倒是发现了一个说法 也可以说是 从阿拉克切耶维奇 这个德诺贝尔讲的 他就写这个切尔诺贝利啊 哎 我现在越来越得到一个认识 你说前苏联解体 从哪解体的呢 其中有一个观察角度 也可以说 就是从切尔诺贝利 决定了 或者带来了他的解体 就他的说法是说 切尔诺贝利当时出现了之后 就前苏联的这种领导层 这么样的这个这个撒谎 欺骗人民 这样的昏贵 对吧 这样的效率低下 由此呢 因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因为对生态危机的关注 使得乌克兰的文化人 或知识分子 慢慢开始产生了一种 民族独立主义的 这种思想和意识 这就直接影响到了 后来他不跟苏联一家了 三个原因 后来都这么总结 诺贝利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里根跟他们弄的那个军备竞赛 那个整个这个竞赛 他们就说后来现在回过来 就拖垮了苏联的经济 第三个当然就是戈尔巴乔夫 是他这个个人因素也非常重要 竟无一人是男儿了 所以这个这个现在回过头来讲 站在苏共的传统的这个立场 如果你惋惜苏联解体的话 回过头来就看 切尔诺贝利这个事情啊 不是封锁的太厉害 是封锁的不够 对 是 就是从苏共如果反思 这个亡党多少年 亡党亡国的教训之一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切尔诺贝利 因为他当时也是想封锁 但是最后是情势是 你没有办法来封锁了 因为他不是变成了那个辐射之后 对 他变成了那个白 变成辐射云了吗 对 你这个云呢 就被风一吹吹到西欧了 然后人家北欧都有了 然后他不是讲到了吗 是一个瑞典的 一个核电站的员工 一测说我们这 这怎么了 超标都上千了 以为是自己出问题了 打报告 结果说瑞典都派飞机上天空侦测 说是不是我们这边泄露了 后来一发现不是 但是因为当年苏联是隐瞒的吗 所以他们还问波兰 就是问苏联这些友好国家了 就是这些 这些华约的这些国家 人都说没有 后来就怀疑是苏联出问题了 他是最后不得不承认 因为另外呢 你需要国际援助啊 你自己的专家根本没法解决 所以他后来把那个原子核能 什么机构 什么什么那个 是以戈尔巴乔夫私人的身份 朋友身份去帮助处理 要么你根本处理不了了 还是软弱 要是这事情发生在斯大林的时期 总是能想这个方法来的 死就死了 他们死多少人啊 比起我们六十年代初 不能比的事情 你看看当时我们有一段历史片段 就切尔诺贝利当时啊 这个救援的这个情况 直升飞机就飞那个辐射呀 都飞过去了 现在根本就已经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还是因为戈巴乔不够坚强 你刚才讲列宁时期乌克兰死多的人 没事 就讲到这个乌克兰死人的 然后我那天就是在乌克兰 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 乌克兰有一个 就基辅有一个很著名的河 丁涅伯河 然后他河两边建了一个 两个纪念碑 一个是 就是等于二战牺牲的所有的 那当时还是也是苏联红军了吧 就等于乌克兰牺牲的一个纪念碑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 叫大饥荒纪念碑 它发生两次大饥荒 一个是20年代 一个是30年代 30年代可能是跟这个二战有关系了 20年代的那个大饥荒纪念碑 其实我就是说 他很多历史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你产生一种很复杂的一个情绪 他又是受害者 然后他又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用这种方式来来提醒这个民族经受的那么些苦难 所以你看着就很难过 丁涅伯河贝利从爆炸的量来说呢 是有史以来至少到今天为止 是最大的 它是广岛爆炸的400倍 有人说900倍 所以这个数字还 总之是几百倍 那他直接死人是就几十个 对不对 你看怎么统计了 你看几千个是另外间接死 另外九十几万是生肺癌 那么他们把这个这段时间生肺癌都跟这个事情有关 那这个是最大的数字了 就是九十几万 对不对 当然了 另外有些数字很可怕 说这个地下的辐射要几百万年才能够消化掉 我不知道长州外国语学校下面的那个东西要多久能消化掉 但是总之你从单单从人数上来讲 这个世界上超过几十上百万人死亡的灾难多了去了 不 这个切尔多贝利是被认为人类这个核能利用史上啊 最大的这个灾难 它不仅是核能利用 就是人类自己制造的这个灾难 就是说这种爆炸它是最大的 除了海啸地震以外 那是自然 因为广岛就是最大的嘛 它还是广岛的几百倍 那目前为止其他的核爆没有造成灾难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中国记者说的好 就是他们现在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来一个领导人就这样 来一个领导人这样 他们现在就好像觉得不说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是时候是动员乌克兰女生来中国的时候 不用你动员 早就在深州大地 不能跑香港去了吗 好多拿着两个星期的那种签证 要要要要来香港 没在路吧 这不是荷兰现在那个红灯区 好多都不路荷兰 好